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大家都知道 在整个COVID的疫情之后 或者是在那一段时间发生的时候 因为包括有些城市在封城 很多原来可能工厂设在中国大陆的这些外国的企业 其实都开始在想供应链的转移的问题 大家觉得要分散风险 不要把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面 与此同时 包括中国大陆本身的他们的企业 其实也都往外去 就是在疫情之后 而他们又因为中美贸易 或者是中美之间的这种争端 他们也去美国 去欧洲 其实这个限制比较多 所以他们其实有很多也到东南亚这个地区来 那么东南亚本身 因为它具备了一些相当不错的条件 包括它的人口相对来说也比较年轻 35岁以下的劳动力 其实可能是占的比较高的比例 包括它这些国家 其实它还有很多 跟其他国家签署自由贸易协定 所以确实在这几年当中 吸引了不少的投资 泰国这个市场 您看从供应链的角度去看的话 在那边设厂 它的挑战和机遇在哪里 从1986年到1988年的时候 由于一块美金 对40块钱台币 升到一块美金 对25块钱台币的时候 有很多劳力密集的厂家 就从台湾到了泰国 这个是第一批 这个时间一直到公元2000年 第二波从2000年以后 那到泰国去的话呢 台商的话呢就比较少了 那多半都到了中国大陆去了 那但是的话呢 台湾的南向政策呢 并没有停止 各位可能不相信的事情 我们有十家银行的办事处 包括早先去的第一银行 到后来去的台湾银行 有十个办事处 还有兆丰银行在泰国 从2007年开始到今年 那路上的话呢 这个一坡一坡的到泰国 有一个泰国的东部经济走廊 这个东部经济走廊呢 那这个区域里面呢 大概有十几个工业区 那这个工业区中间 能够供应PCB厂水的 这个工业区呢 不超过三家 所以的话呢 水资源在泰国的话呢 等于也限制住了 将来PCB的厂家 来泰国的可能性 马总经理 那我们谈一下这个汉翔 航空具有这个领先的这个技术 那么刚才我们在聊的时候 您也说这个供应链 现在是非常头疼的这个问题啊 一直在考虑 那么汉翔在这方面 这个因应之道是什么 那么以这个东南亚这片来说 他现在有这个心愿 想要做成这个制造 全球制造的一个重镇 但是从你们的考虑 是有怎么样的一个布局 怎么样的思维 其实供应链是一个金字塔结构 最上面那个人是提供主产品的 我们叫他具有系统权的系统商 你把他想成是汽车公司 他出汽车 然后他的下面是什么人 他下面是帮他做门板 做板筋 做结构 做音响 做变速箱 做引擎的人 那就是他的供应商 然后这些供应商 我找其中一个出来好了 做汽车门的 那么帮他提供汽车玻璃 隔热纸 汽车门里面的 那个升降窗户的机构 马达 然后汽车门上面 烤的油漆的 这些是他的供应商 然后他们就层层叠叠下去 大家可以想象 这形成了一个树状结构 或者是叫金字塔的一个结构 好 我们要看供应链 除了最上面那一个 具有系统权的系统商之外 下面人通通叫做供应链 现在的航太供应链的话 你去从这个系统商的观点 往下看的时候 你就看到了一大块起司 你看到的不是一个金字塔 就是全部都是洞 因为下面的供应链是 是缺漏的一塌糊涂 我一眼看下去 全部都是西方面空 不是我们今天谈的亚洲人 可是我们亚洲人 在这个金字塔里面 他们在什么地方呢 他们在最底层的地方 他们在原物料 原物料或者是 这中间每一层供应链的 组装 基本上偏重于人力的工作 但是 你今天可以组装一个飞机的起落架 你有这个人力 我请问你 你有没有这个技术 去设计一个新飞机的起落架 我站在我的系统观点来看下去的时候 我看到的整个航太的供应链 我看到的是西方人面孔 可是背后都是东方人的面孔在帮他做 但是东方人提供的是原物料跟labor 就是这两样事情 那你说设计 设计的话 现在慢慢慢慢慢慢 我看到很多印度面孔了 但基本上还都是西方人的面孔 所以整个供应链是扭曲的 在地球村的观点来讲 是扭曲的 那为什么我们要从地球村的观点来讲 这就不得不提到现在一个 对供应链上非常重大的一个趋势 现在全世界都在把那个金字塔 往自己的国家的搬 这个叫做去全球化趋势 大家都在往自己的国家搬 我所有东西通通都要在地制造 可是我说过了 这个金字塔是一个扭曲的金字塔 它不是每个国家都能够从系统商 到供应底层全部掌握的 所以当往自己过程 搬的过程当中 金字塔就为之松动摇汗 然后这个时候再来了一记重拳 就叫做COVID-19 大家都还其实被这一记重拳 打到整个的供应链 大家正在de-globalize 然后整个供应链是混乱的 是摇汗的 然后各种的因素冲击的 然后正累积到一个程度的时候 COVID过来啪啪啪啪三个耳光三年 然后整个供应链就哗哒全部落地 波音交机延误 你不要光看波音罢工 那只是后来的事情 空巴交机延误 什么什么战斗机交机延误 又是乌克兰还是哪一国订购的飞机 交不了货 本来有人要买这种战斗机 现在改向哪一个国家 去买另外一种战斗机 这就是供应链造成的果 大家看到露出来的那个冰山的一角 像台湾是很幸运 我们有设计人才 我公司有很多的设计工程师 中科院有很多的设计工程师 我们有很多的设计人才 可是我们需要主题去做设计 我们要去 有人告诉我要设计个什么吧 那这个主题必须要来自系统商 那这个系统商就不好找了 因为亚洲缺这个系统商 东南亚国家有一个最大的特色 物产丰富 我讲的是物产是原物料 矿砂 稀有金属 煤 这些东西 这就是供应链最底层的东西啊 这些东南亚国家 它对支持企业投资和扩展这方面 有哪些国家 它展现的这个动能比较大 东南市场其实很大 我们人口有多少呢 将近七亿 我们人口已经超过了欧盟了 据那个数字讲 我们的那个GDP已经达到了3.6万亿美元 2015年有个很大的事件叫什么呢 东盟经济共同体成立 东盟有意味着什么 东盟十国团结起来 在税务方面 像生产基地方面有很多这个共享 如果你看经济规模的话 东盟经济规模最大的是谁呢 印尼 东盟老二是谁 泰国 我们经济体也挺大的 那排名下来呢 从经济规模排名来的 是印尼 泰国 越南 菲律宾和马来西亚 去泰国投资 很多人低估了泰国市场 泰国市场也非常紧争 很多企业去泰国 就是没有做好功课倒闭的 泰国其实挺复杂 很多人去泰国 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不懂语言 就是你要在泰国深耕的话 你要很认真 至少要找一个未懂得泰国 懂得泰国国情的那么一个助手 是吧 近两年 泰国政府非常鼓励高科技 新能源来泰国投资 我们有个叫BOI 一个投资数据委员会 给这些高科技 新能源的一些企业 来透过投资 提供非常好的优惠政策 包括八到十年的免税 恒佳 现在在这种地缘政治的 这种影响之下 你觉得就是 印尼的华人企业本市 它自己的投资的状况是怎么样 什么样的企业 适合到印尼去做一些布局 印尼华人在全印尼的种人口 其实大概只有两个percent 但是它的总人口数 大概是与新加坡总人口相当 大概六百万人 这六百万人 两个percent的人口 其实是掌控全印尼 八十percent以上的经济 那印尼华人在印尼 基本上就是因为人口众多 所以都是民生或者是零售 石化矿产还有金融业 在大雅加达区 中产阶级主流社会 如果外食每人每餐平均的消费 是台币四百块 这个数字可以解释 印尼人非常舍得消费 这个舍得消费的印尼 是一个很大的市场 我与大家分享一个数字 在印尼前四位有钱人的资产 是超过印尼最下一亿人口的总资产 所以大家可以去想象 它是非常两极化 那在这个两极化的状况 在医疗上面 印尼本地中上阶层的医疗 大部分都还是去新加坡 马来西亚 泰国 基本上不会在印尼 所以这个医疗产业 还是有非常大的成长空间 印尼十月刚卸任 已经当了十年的总统佐科威 他有提出要将印尼的首都雅加达 迁到东加里曼丹省 这个就是非常大的商机在绿能 那这个新首都目前只完成15%的建造 目前在外资来说 只有中国确定要投资在绿能 其他外资都还在观望中 其实我就想补充一个 泰国的半导体 电子 汽车 食品 这个行业非常发达 后面那个产业链 那个供应链非常完善 非常完整 所以这个是泰国的优势 所以那个泰国还有一个优势 就是我们的技术设施非常好 泰国是个非常非常 全球经济自由化和多边主义的一个倡导者 所以这点泰国经济还是我们 我们觉得我们的泰国政府还是挺开明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